记者王俊中台南报道,夏悲痛,痛起来真会要人命,一名50多岁的肺炎男接受化疗后病情稳定,但有时夏悲痛如刀带钻肉,痛到让他曾二度烧炭寻短,性都破旧,后来找到奇美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洪毅杰,却诊是腰椎退化导致夏悲痛,以介入性疼痛治疗方法处理,剧痛不再复发,也不会再要了他的命。 洪毅杰表示,这名痛到想自杀的患者本身罹患肺炎,化疗后病情稳定,但之前突然觉得下悲剧痛,痛楚像是刀在钻肉一般,痛得实在受不了,患者两度痛到稍炭寻短,想求解脱,都被送到奇美医院挽回性命,三个月前患者才找到他求诊,却诊是腰椎退化产生了疼痛,与肺炎无关。 洪毅杰为肺炎难安排超音波导引神经阻断术与热宁神经消融术后,疼痛不再复发展现疗效。 其美医院指出,三年前该愿意引进包括超音波导引神经阻断术,热宁神经消融术与高频热宁神经调控等三种疗法工具,属于介入性疼痛治疗。 这三种工具对脊椎退化性疼痛,头颈部疼痛与三叉神经痛具有相当疗效。 像洪毅师治疗的肺炎难用其中两种疗法,极有效改善疼痛。 但也有其他疼痛不适用这三种疗法。 洪毅杰说,像手术后的脊椎疼痛,关节疼痛,如膝关节,髋关节。 这种手术后的疼痛,上述三种疗法效果不。 静理想,令中冷宁湿热宁消融手术即可对付手术后难解的疼痛。 相关研究显示冷宁湿热宁消融手术可让70%至80%的脊椎、髋关节或膝关节疼痛病人疼痛感减少5成以上,是复杂性慢性疼痛患者对疗法的新选择。 自由电子报关心您,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度过难关。 自杀防治咨询安息专线0800-788-995,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,张老师专线1980。